只要你忘了世界的爱梦 就不需要世界的爱梦 不如我遇到爱 未必有 未必有我们世界的爱梦 唱着全新的演唱会同名主题曲《你的宇宙》 宇宙人带着即将唱进台北小巨蛋的好消息与大家分享 记者会向五百老师特别录制影片送上祝福 让十年前曾担任五百演唱会开场嘉宾的宇宙人 也渴望能再次与偶像同台 我觉得你的宇宙蛮适合五百大哥 有你存在目前的笑容 我觉得很适合 五百大哥跟我们很有一种反差感 可是又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可能都是玩乐团出身 所以可能一定在某个地方有一定的气味 一样的气味再加上我们之前帮他开场 然后这次也算是要再次 甚至是一起同台我觉得应该是蛮感动的 而且刚刚讲到那个新歌 真的蛮适合五百的 对啊 你有没有觉得我那个旋律超适合的 你是不是挖坑给我跳 有你存在无邪的笑容 为我填满无尽真空 还蛮适合的 你们就是要这个吧 感谢小玉再一次开进口揣摩五百老师 究竟演唱会是不是有机会再次同台 敬请期待届时的演出 只不过初次要攻上小巨蛋开场 哎 贝斯手方Q好像兴奋到有点消贪 我就什么都想要所以最紧张 担心 当然最重要是把音乐做好了 他想飞 那就给他吊起来啊 可以吗 可以啊 之前很多人玩水的玩沟空的 有啊 我有提 但不知道 我这次有点想要来一点舞蹈 你要跳 我今天我第一次听他说 你不要吓人 他的肢体OK吗 因为你们的歌确实很多歌很轻快 反而适合动一动的 你是说排舞那种吗 要练的那种吗 对 要稍微练 我一定想要练一下 在加danser这样有气势的那种 就是借着这个机会练一下 我自己当罗兹晓的练 我跟他们讲他们现在下一条 因为我平常肢体很不鞋这样 这么冷的天气还会流汗我 我不知道他接下来会想出什么 可以不要问这个问题吗 因为总是在演唱会前都会想比较多 尤其这次小巨蛋可以做很多 就是平常在Live House没办法做的事情 对 可能比TICC 他可以做更天马行空的东西 对啊 所以我自己就是天马行空想了很多 但是就是看大家被打枪多少 到最后可以实现很多 但我自己可以想要做的事情 我会尽力的去努力的练习 首次公蛋除了心愿要给他用力许下 像大型开唱经验丰富的前辈讨教 也是必须的 这回阿葵直接一举向老板五月天取经 寻求指教啦 我毕竟是相信音乐的 所以最好的资源都在我们公司 是 那最会办演唱会的五月天是我们的老板 是 所以我当然是去问了五月天的成员 好 请问有什么心理建设啊 或者是有些硬体上面的要提升的东西 或者是节目的安排 等于是我所有能问的我都问了 你问了谁 我问了怪兽 我觉得很感谢他们 就是他们很无私的把所有的经验都跟我讲了 对 但我觉得很多是秘密 阿信这几天在那个KKBOX直播 KKBOX一起听 对 然后就是有放 就是狂放我们的歌曲 对 可能就是《太空警察》 就是从以前到现在 然后甚至是这首《你的宇宙》 所以也算是默默在帮宇宙人 算是宣传 我觉得蛮感动的 我在上面跟他聊天 蛮好玩的 有了五月天老板的大力支持 宇宙人接下来也要专心投入演唱会的筹备 准备在2020年2月8日 和一路走来十年一起成长的歌迷朋友 一同迎接你的宇宙好好享受啰 完全龙王健行林奎运采访报导